1871年,经过了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革命,法国政局一片混沌,成立于法国西部的波尔多,临时政府首脑Tier给摩根拍发了紧急电报,电文让他速到托文城,有钥匙相伤,摩根火速赶到托文城,会见了Tier的密室,原来Tier想让摩根包销国债,金额为2.5亿法郎,约合5000万美元,摩根大胆地成购了这笔法国国债。 1898年,美西战争之前,摩根在美国已是裁员遍地,他开始向美洲扩张,向世界扩张,而扩张得最有力,同时也是摩根最熟练的办法,便是购买外国政府的国债。 美西战争之前,墨西哥政府由于无力偿还西班牙政府的旧债,已到了破产的边缘,墨西哥政府当局不得不继续发行公债,预计金额达1.1亿美元。 墨西哥政府只能利用新债偿还旧债,来度过眼前的难关,在这种情况下,投资家绝不会成购墨西哥政府发行的公债,而摩根的想法,却与众不同。 在他看来,别人不敢做的事,才最有转头,正因为墨西哥政府处境艰难,这是伸出手,去帮一把,不但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,而且能为进一步接触打下良好的基础。 摩根立即和德国银行联手购买墨西哥公债,事实证明,摩根的决策是对的。 这次行动不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说,都为他带来了不小的收益。 事后,那些金融界老手们都不得不承认摩根眼光独到,英明果断,最让摩根得意的是,大英帝国都不得不向他求援。 1889年,英国爆发了第二次布尔战争,英帝国一边开战,一边扩充军备,财政顿时陷入了极端的困境。 这时,英国政府首先想到了金融大鳄摩根先生,向他发出求救信号,摩根毫不推辞,一口答应了下来。 他首先从第一次布尔战争的公债下手,负责购买了价值总计1500万美元的公债,后来又反复地追加认购,共购买了价值,达一点8亿美元的英国政府公债,做了这么多笔公债生意,对摩根来说,利益无穷。 在20世纪初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摩根已经成了世界的债主。